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我发现一个很暖心的中国网红 在大谈台湾的社会福利 远输印度中国堪比柬埔寨 什么缅甸啊索马利 我真的会笑死 我们今天一一来打点他好不好 来我们开始了 在所有的经济数据里面 只有一个数据是没法编的 那就是税收 道理很简单 收多少税就该收多少利 如果编多了 这些窟窿是要用真金白银去填的 然后我们发现一件奇妙的事 但是美国的经济数据一切向好 GDP名义上的增速达到了7% 失业率低至3.5% 税收却一直表现出下滑的趋势 再看看妈妈 表面上人用GDP和人用收入都很高 但你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 那可真的是大失一惊啊 他里面用到台湾的数据图 他就用错了嘛 上面写台湾2020年 也就是三年前的最低月薪是 5625元人民币 最低时薪是23.6元人民币 根据收入中位数是49.8万新台币 换算是11.6万人民币 然后他说啊 这看上去虽然表面上很高 我们都觉得很低了 你的标准有多低啊 还觉得我们这样的标准很高 现在2023年我们最低标准 虽然已经拉高了啦 对吧 那我们就拿2020年的来说啊 他还是说错了 2020年台湾最低月薪是24.4元 根据2020年人民币的平均汇率换算 4.3所以得出啊2020年台湾的最低月薪 人民币是558亿元 你高估了40块 而最低时薪啊 他说是23.6元 换算只有10亿元台币 几年前 20年前还是15年前的标准 明显差太多了吧 2020年台湾最低的时薪是160元新台币 换算就是37.2元人民币 现在已经来到40多块人民币了 对吧 那2020年中卫市务的薪水是50.1万新台币 这数据全错 我们接着看下去 2022年美国的推算值是34%左右 中国呢大概20% 德国法国常年超40% 而弯弯的财政收入 占GDP的比重只有13% 目前没办法和发达的经济提比 正在步入印度 只能和缅甸苏玛里比划比划 要是到印度的GDP 那可是延终的风水 哎呀 我才大吃一惊耶 中国清点失业率表面上数据只有20多% 但事实上远远超过 这也是你们很多老板在说的现象 不然你们去看小粉和一生这部短片啊 相信里面啊 都是我曾经在这两三年说过的一些内容啊 我已经说了 在极权国家下 如果你已经可能看出 有明显的社会现象 那他的数据远远会比他们 政府公布的更多 因为他已经压制不住了 所以你要从他的这个 公布的数据 在网上加 被他压制的那个数量 我们不仅可以从大量的烂尾楼 跟银行储物发现问题之外 中共在10月24号公布的财政收支表 我们也可以亏之一二啊 因为中国的数据啊 我们只能看他的方向走势 我们不能看他上面的数据啊 第一个 他就写到中国增值税成长了60.3% 我们这个就不参考 因为他后面自己写的原因了 对吧 那第二点开始看啊 什么消费税啊 契约所得啊 个人所得啊 进出口 印花税 通通都是下降的 尤其是进出口 只有汽车 城市建设 盖房的那些土地建筑物啊 那些比例是提高的 农地耕地都是下降的 退林黄根嘛 那为什么这个烂尾楼基建 是上涨的 因为他要拿去充中国的GDP嘛 虽然他也知道烂尾楼很多 但我还是要充嘛 虽然恒大跟 硅碧源 碧硅源都已经烂尾了 但我还是要用的 但事实上其他数据方面啊 我们都可以看出 人民是比2017年 还来得越来越糗了 你看 才刚说完这个中国网红就说什么 印度GDP灌水 你要确定 你中国没有灌水 而且还没有灌很凶 还用不同的名义去拉低平均的这个方法 例如我刚刚举例的青年失业率 那不就是 我不把乡下失业人口列入 每周上班一小时的人也算灵活就业人口 在网路上拍卖 一件物品啊 就不算失业人口 所以很多学校的学生在毕业前啊 如果找不到工作或是实习啊 学校就会扣他毕业证书 或是用各种理由 掩蔽他 那这样他就算在学人口 不算失业人口 又或者是让他们同学之间互相上网买卖 这样他们就不算失业人口 果然是中国特色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想让数据到多少就到多少 唉我们接着看下去啊 印度只能说 万万不但GDP重生 血液还低 也许有人会认为 税收少人民负担低 但是呢凡事要看自己情况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 那表明福利很差 没有没有我想要先讲一个前提 就是 一直说台湾是你的省 然后一直把 中国大陆跟台湾分开来看 意图要去贬低台湾 但其实台湾就是比你高出很多嘛 你要确定 中国福利占比GDP只有3.2% 14亿人 我们先来看中国自己的鬼数据啊 你们自己中国网站的数据说 中国台湾占GDP28.1% 然后中国只占16.9% 我们来看台湾自己公布的 是14.3% 由于台湾是岛国跟很多小国一样 采取减赠清税的政策 像什么爱尔兰啊 新加坡啊 韩国啊 都是17-22%之间 台湾是20% 而小国通常是以这种 过精商务啊 金融啊 服务业啊 甚至是科技业为主 有租税竞争的优势 所以可以用较低的税率 降低 吸引 海外的人士来投资 但是大国或是工业取向的国家 就比较没有办法了 你到底哪来的立场 跟资格说台湾的社会福利差 如果你是站在欧美的角度 那确实啊 台湾差 但我们税低嘛 如果我们今天税很高 福利又差 诶 那我们确实不妥 但我们来看一下中国 你们中国的这个税收啊 什么的啊 占比非常高 你们社会福利怎么比台湾还差呢 没有道理 吧 跟你中共国比上 我们台湾是好十万八千里了 特税管理期间 你们不仅你们天天被封 被转移 被龜兽大巴 被买高价菜 还被打江山 还被挡在医院门外 连补助金都没有拿 你拿了多少补助金 我就不说台湾其他那些产业啊 我就光说一个平头老百姓 他就可以拿五倍券之外 还拿了六千元 我们修林乡还额外加码在补助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其他产业 不同产业有不同的补助金 你们养老金被砍 社保医保被共产 地区医保被纳入全国范围统一的医保 北上广的人民更惨啊 我们看这张图就知道了 中国2022年各地方的税收 只有北上广深是有赚钱的 剩下二十多个省市都是负债 而你们自己去算一下 加加减减 把正的跟负的 相抵 总的来说是负债的 而最关键的是看什么 社会福利占比是多少 2021年 台湾社会保险占比GDP11% 我们来看一下暖清祖国 社会保险占比GDP3.2% 3.2%给14亿人 所以你们的财政收入基数大又如何 你真的说出来 你享受过什么社会福利吗 道理很简单 财政收入决定了有多少钱 可以投入到福利和建设当中去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没钱又怎么发福利呢 其实台湾省的非税率 很大程度上不是自己负债的 台湾省现在就是一个美国的共同事 因为美国作用大量的台湾企业股份 税越少 他们的丰富就越多 有给台湾的就越少 在弯弯依附美国的情况下 台湾省的税收是很难高起来的 当然了 有一种福利叫做口头福利 根本就不需要花钱 就是口头上各种福利应有尽有 但是呢根本不去施行 再花点钱依托某些国家的什么鱼弄霸权 来进行鱼弄操控 我知道他在讲中文 但全部拼在一起 我不知道他在讲三小 中国的税收堪比欧洲 你们很多买卖跟服务的发票上面 都是没有写税收的 在台湾日本欧美都会给你写出来 给你看政府抽了多少税 而很多中国人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所以到了海外他们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发票上没有税收 中国小票都没有 哦可见中国没有对老百姓抽税 欧美国家台湾日本骗钱 那是他们不给你写 你们没有支的权利 不是中国没有收税 早就给拴进去啦 所以中国人薪水低就是这样 企业税很重 我们先不谈乌险一金啦 你们很多工资 我们讲例如五千块左右来举例好了 已经企业把他的企业税 转移到你身上 你可能实体是六七千 七八千 但是因为这个企业税很重 所以我给你五千 但又扣除乌险一金 你到手剩三千八百九十块 不然就是你违法不保 那欢迎大家去举报这种粉红 如果某个员工月入四万五 月休十天 每天上班五到七个小时 还有两天的带薪假 扣掉劳健保 印象中实领四万三千上下吧 而我雇主其实在员工身上开销 就不止四万五了 我们还要帮他负担七十%的劳保 六十%的健保 还有一百%的劳退 所以我等于要支出五万多块 五万三千还是五万五吧 之类的 用在一个四万五的员工身上 但反观中国呢 月入五千 五险一金 扣了一千一百一十元人民币 换顺台币就是 今天我月入两万一千五百块台币 我还要被扣四千七百七十三元 实际到手是一万六千七百二十七元 你在笑死人吗 我们接着看下去 是要看台湾省人民的生活水平啊 很简单 你看看机场有多少的警察 高举要求失牌 劝台湾民众 不要轻易相信海外高兴 拜师打工 你就会知道 也想想 如果一个地区 最低收入六千块钱一个月 人们却往非洲 往柬埔寨跑 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国际主义情怀呢 你们中国明明去柬埔寨跟缅甸打工的比例 比台湾人更高 阿强哥已经过去了 而且台湾啊 你要用月入十万以上的薪水 才能吸引更多人过去 换算人民币就是快三万块 那在中国你只要用月入一万 甚至八千 你就可以吸引中国人况过去了 尤其是中国农村的人 你说这样的前提能一样吗 我们的诱因能一样吗 今天你要偏一个人 偏一个人的成本是两千万 跟偏一个人的成本是一百万 两个人的身价一样吗 你那个反诈APP 中国强制安装 你好意思说了 人都是流向工资更高的地方 全世界都是这样 而弯弯两千多万人口 就有两百多万人在大陆股工 再说物价 弯弯本地只有少部分和芯片相关的高端企业 其实大部分商品呢 除去当地的盛产的水果 基本上都要依赖进口 物价很难不高 而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商品输出国 地大物国产能旺盛 基本上可以做到自己自租 大陆的综合物价并不高 我们直接的平均工资上 凯弯弯是比大陆高 但是生活质量好像并不是平均 凯弯弯能够早日的回归祖国怀抱 两千三百万人台北能够安安 哎呀 中国在非洲也有将近两百万多的人 在那边经商啊 你在说笑话吗 中国人怎么偷渡移民到美国的比例 如此之高呢 还在那边两百万台湾人 现在这个比例是越来越少 这两百万了 是包含其家属跟这个亲友 不是两百万都是去当老板 或是当干部的人 多数在那边是开厂当老板 或是台干的 不是你们所谓的底层去打工的啦 很少啦 就跟你们中国人去非洲开厂一样啦 难道你们中国人会去非洲 给非洲人当员工吗 不可能吧 很少吧 哎一样啊 而且现在很多厂都转到什么东南亚 墨西哥 你在笑死人吗 最后还说台湾人的生活水准 没有中国高 你真的要确定 我看到你们很多很多 真的是非常多抖音里面作品 家庭剧里面在吃饭 那个菜色 我每次看了都觉得痛心疾首 中国平均只有一亿的人出过国 14亿比一亿这个比例多低啊 我就光说我们公司啦 光今年 我的剪辑师去日本韩国各一次 共出国两次 我副频道的剪辑师去日本一次 我企划也去日本一次 我们公司只有大学刚毕业的一位新人 今年还没有出国 再加上我啊 今年去欧美两个地方 光我们公司五个人就四个人出国了 在我身旁大部分的朋友 有70%大概啦 是今年有出国的 基本上一年没去两次 也有去过一次 在中国你们 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还是你们出的国是什么 柬埔寨 缅甸 阿富汗 北韩 对吧 你要去欧美国家面试签证就烦死你啦 笑死人 而免签也是一个可以参考你国的 经济收入啊 民众素质啊 还有你们国家的政府极权程度 作为一个参考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想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巴尔 下次见 拜